两位好 买车买房是婚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 在优先选择上 女人一定是优先选择买房的 但男人可能先想买车 这是性别不同造成的 因为女性天然地希望 我更有安全感 我有一个家的概念 所以女生一定是想先买房 挣了钱对吧 有闲钱再买车 但是男人总觉得我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我得先有辆车 出门有面子 是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你们在先买车这件事情上 表面看是一辆车 但其实是你们在争夺 家庭内部的主导权 和财政的支配权利 男生是不是觉得 你看这两年啊 你就在家生孩子来着 还有我妈伺候着 钱都是我挣的 我为什么不能花 是这么想的吧 是这么想的 你看就是这么想的 我刚刚都听到了 这两年都是我一个人挣钱 你就在家躺着来着 她是自己想不出去工作的吗 作为孕妻女性 她没有办法进行社会活动 有的时候 所以你们都是在为家庭付出 不要觉得这个钱是你一个人挣的 即使你在外面创造了价值 你的妻子在孕妻 同样在为这个家庭创造价值 所以千万不要天然地觉得 钱是我挣的 我想买车就买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女生现在其实是极其情绪化的 她并不是真的想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车卖了 才能怎么怎么样 第一 她觉得你不尊重她 我是跟你沟通了呀 但是人家不同意 不同意的情况下 你还买 那就是不尊重 第二 女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我们刚刚把那个苦日子结束掉 你现在又把一座大山 压在了我的身上 那作为一个女生来讲 她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我们挣多少钱 我们就花多少钱 我们要让自己活在一个 安全的范围之内 所谓的安全就是 我要满足全家人的日常开销 满足这一切以后 才能满足我们 更高条件的物质需求 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大男孩 买了一个大玩具 再来说一下女生 现阶段卖车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这个车呀 一到手就折价一半 所以赔太多不合适 如果我们日后还是要买车 我们制止她的这个臭毛病就可以了 我们让她知道错误 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要跟你商量 经得你同意 之后再进行大的这个花销 咱不志气啊 咱不跟生活志气 不跟日子志气 就跟她的这个行为志气 但事实上我看起来 你们两个年轻人不靠父母 自己可以结婚 把日子过得下去 其实还是很甜蜜的 解决了沟通和交流的问题 解决了彼此尊重的问题 车不是问题 未来房子也不是问题 好日子都不是问题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左岩老师 谢谢大家